好吃嗎? 好吃吼 我們吃了這麼豐盛的一餐 到底花了多少錢呢? 這邊寫了1988000 欸你卻200萬耶 我們現在在河內市區 我們在這邊刻印上 悠悠挑了一個小的 一個小的啊 就是現場挑 就不用等 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 100塊 如果你要做照片 做自己的樣子 就比較貴一點 一個人大概要250塊到300塊台幣之間 現在老闆在幫悠悠刻印章 蠻好玩的 我會把這個印章店連結放在底下 如果你來河內有興趣 也可以來這邊刻印章 然後我們今天的重點 是要去吃一間綠橘子的法式餐廳 它的Google評價有一千多 四顆星吧好像 聽說很評價很不錯 今天你有沒有吃過法式餐廳 沒有欸 幹嘛吃法式餐廳 你知道嗎? 聽說法式餐廳都要吃三個小時欸 你準備好了嗎? 蛤? 那我屁股會說大聲很可愛 這樣你肚子會越吃越大 好多喔 好多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走在越南市區 覺得蠻好玩的 這個地方好像是叫做 36街古城區吧 這間咖啡店也很有名喔 然後那邊就是很有名的環劍湖 越南街頭啊 其實就是髒髒的 不過很有味道 姊姊好玩嗎? 這個好玩很痛 很痛嗎? 不會啊 這個就是他們的特色啊 我覺得很棒欸 姊姊她很貼心欸 她一上來啊 她就給我這個 她知道你們兩個會很吵 所以就先拿蠟筆給你們了 很棒 服務超好 你有沒有覺得裡面很安靜 對 你最早 我最早 有嗎? 嗯 我今天早上講話 我早上小聲了耶 跟她外面巴巴巴巴巴巴 感覺進來超安靜的 然後聽說這間中午來吃啊 很划算 因為她中午有五間的套餐 對就是 你可以來越南享受一下 法式 就是 吃一個法國餐 可是呢建議大家可以中午來 因為她中午有五間套餐 會便宜非常多 我們又要來花個好幾十萬了嗎 好幾百萬嗎 沒有她這家店直接把後面的零都省略掉了 我們先花到外面 因為 裡面比較暗 想說外面錄起來比較漂亮 欸 還不錯欸 是外面 感覺妳的背景好像 等一下幫我拍一張網美照 我覺得我這樣很適合 等一下我吃甜點的時候 記得要幫我拍一張 妳知道網美照最重要的是什麼嗎 最重要的是 後面還有一個很帥的攝影機 要有個A73或初心相機的時候 再買會越來越漂亮喔 不是VIVO NEX嗎 嗯 不是 裡面她 我們要求她把我們換到外面來 然後可以找到這個門口 非常的美 周太太 為妳開箱我的鹽巴 呵呵呵呵呵 妳現在幾點 妳應該算一下我們 為妳開箱我的香料 欸她這個很可愛欸 對啊好可愛喔 她的鹽巴跟香料 用這個妝 非常的美麗 對很像馬卡龍 那周太太要不要計時一下 現在幾點幾分 現在是 下午的1點18分 那妳覺得我們吃完這餐 吃完大概會天黑吧 會天黑 現在天很亮 嗨 第一次喝到這邊 兩片檸檬汁 中間還加一片那個 她還蠻用心裝飾的啦 很燒包 這是一杯很燒包的模式桶 這杯大概是台幣200塊 在越南已經算蠻貴的 超濃 超濃喔 真的還假的 很濃嗎 不過這個柳橙汁超好喝的 感覺是現在喔對不對 看這邊 這杯大概台幣100塊 也還不錯喔 所以在這邊 啤酒是最划算的 妳知道嗎 這杯啤酒7、80塊 喝啤酒吧 可以感覺出來 它擺盤很用心啦 這個是鮭魚的海苔 用了1、2、3、4、5 5片蘋果 其實哪吃的是鮭魚 我吃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不能偷吃我的 因為你都不能吃咩 有的是南瓜湯 那 這個是咖哩雞 對 新鮮菜零是咖哩雞 來吃看看 其實這不是我想吃的 你現在那個是我的啦 那我們來交換 是不是 這個好像是海鮮捲 不得不說 它的擺盤真的很用心 很用心啊 這樣放 好我來試試看 為什麼它上面要夾一桌菜 你說什麼 它為什麼這樣被它夾一桌 我怕它會冷啊 而且你這樣子喝完湯 還可以順便配菜 它怕它會冷 你看這個湯都沒有太多 這樣就可以配菜 沒有 其實沒有 我覺得它只是為了直爪 好我要吃囉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吃它 因為 你看我這樣擦 這樣好像都不對 你看用這個也很怪 我跟妳講 網美都是一口很大口的吃下去 才不是 插下去然後 這個醬包會不會辣啊 這個醬包會不會辣啊 蘸多一點 蘸多一點 蘸的辣 還可以 好我蘸囉 我覺得這感覺是好吃的 這個拿起來這個手感 真的是有點 我覺得滿你的最少 這個感覺是外面是一層像薄皮的東西 這樣 裡面有起司 起司 好吃嗎 好吃喔 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們一兩顆把它切烤 外面是蛋皮 然後裡面就是很像 裡面就是很像 裡面就是很像 我們那個菜包餅 就是我跟你說那個 然後像昨天吃的那個 昨天那個 對它就是海鮮捲 它現在外面換成那個蛋皮 它蛋皮好像好好吃喔 它死 它死完了 它滑下去了 我不知道 親愛的 你給人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本來想要拍照 我拍什麼 它滑倒了 吃一下 它滑滑水到你 好啦 我們看一下大家吃的是什麼 天娜吃的 這個是牛肉披薩 又吃的這個是手機肉的 我都吃飽了 又是旁邊有這個晶圓寶 又有這個也很漂亮啦 又有吃雞肉 對 這個是一個魚的類似捲餅 還是什麼的 對 然後這個是魚排 這是魚 好啦 跟你換啦 拿去 喔 盤子是當的耶 我的肚子也是啊 我的肚子也是啊 欸 很用心耶 盤子是當的耶 老實說 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吃的是五間套餐 建議大家中午來 因為它午餐的價格非常的實惠 我的這一個套餐 38萬 我愛吃 好 先來吃一下 這個感覺下面是醬料 我猜這是蘑菇之類的東西 然後上面是一塊魚 可是它剛剛很用心耶 把蘑菇跟番茄排了一整排 這個呢 它下面把麵都切成一段一段斜斜的 是一段一段斜斜的喔 是不是是 零零角角這樣子的麵 像這樣子 然後全部鋪在下面 那那個麵的部分 它有拌一些 大理醬 然後是有椰子口味的 然後再加上番茄 好特別喔 下面吃起來蠻好吃的 它把麵切成那樣 吃起來的口感很特殊 有點像杏鮑菇的感覺 對 真的蠻特別的 這個就是其實它是一個 比較漂亮的海鮮麵的概念 對 它的擺盤加了非常多份 魚 魚 我切一個蠻大塊 欸 蠻厚的欸 這什麼魚啊 很像鱸魚 蠻好吃的喔 真的 還不錯 感覺上看起來就蠻好吃的 嗯 還不錯 可是它魚的部分我覺得 它已經幫你把刺刀挑掉了 沒什麼事 然後下面有香料 欸 很貼心耶 很貼心耶 越南最有趣的就是建築 然後這一棟應該算是法式風格吧 就旁邊 就是一個風式風格 這邊有一些屋簷 然後它的牆壁還有一個福字喔 這邊幫我看得清不清楚 有個福 所以這種混搭的感覺 讓這邊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然後 然後越南的房子啊 普遍都是狹長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都 他們都要走很深 才能到一個地方 對 都是細長的 所以都是這樣子 對 就是他們的麵都很早 聽說它原本其實是這 然後這邊是之後又加出去 喔 越加越多 就是跟 其實這才是它真正的大 台灣早期也是這樣的啊 最後一個甜點 這是慕斯 也是 這感覺是香草的慕斯 它有香草的感覺 很香欸 對啊 我覺得 因為我專業 我有烘焙以及的正道來的 這個到底要講幾次 先跟大家講喔 就是烘焙以及執照 跟會不會煮飯 這兩件事 老爸煮飯真的很不OK 好 我要吃的甜點 非常好吃 OMG 真的嗎 你不要看它這樣 它超級不甜喔 真的嗎 而且你可以吃到香草籽 真的很不見 它整個甜 就是甜在外面這個顆粒 超級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這是我們家最新的醜巧 我們吃了這麼豐盛的一餐 到底花到多少錢呢 這邊寫了 1988000 欸你卻200萬欸 大概2600左右 大概2600 那我們是四個人來 我們要離開啦 等一下到外面說 對這間餐廳的一些感覺 200萬覺得很值得 欸很好吃欸 我覺得它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200萬是你老公出的 不是你出的 200萬就是2000多塊台幣好嗎 好啦 而且我們是點了四個套餐 是大人套餐 不是點小朋友欸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們其實四個人 然後可以點三個套餐就好 對其實是蠻飽的 蠻飽的 對而且我們又點了蠻多飲料 所以才會是這個價格 不然一個人一份是38萬 對啊 蠻推薦啊 你來河內啊 這裡算必吃的美食 真的可以欸 好吃 而且生意很好 對而且你要想 你要飛那麼遠 才可以到法國吃一餐 你來這邊 飛三個小時就可以吃法國餐 很好 好啦我們 冰天節 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你要訂閱我的分享 cock steep stretch 不得了 你看 我 你 可以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